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工具人 小伙伴们应该不知道 我平时的工作内容除了在镜头前防战以外 最主要就是做视频后期这方面 相信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平时都会用netroom调色 或者是用photoshop做一些特效合成之类的 大家对各种修图合成和剪辑软件 都有一个从入门到精通的过程 当自己对软件的使用熟练度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自定义快捷键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 点击视频的时候会出现一只手操作不过来 需要另一只手来配合 或者说快捷键设的位置太过接近 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这样就会牺牲我们的工作效率 还降低了工作感受 最后是了解到有控制台这种工具的存在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台控制台 Powerbox 首先作为一个控制台 它支持的软件特别多 覆盖的场景也特别广 一些主流的图像 视频处理软件它都支持 而且在设置好了之后 还能做到无缝切换 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实用 整个控制台在按键设计上 还是下了空腹的 不同形状的按键能让我们更好的 进行肌肉计计 习惯了之后 盲操 就很简单 这个控制台可能看上去 没有多少个按键 但是组合起来几十个快捷键 用一只手就能完全操控 并且旋钮转盘滚轮的设计 在控制精度上更是得心应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控制台 还不能很好的自己去设置快捷键 没关系 官网上有各位大神分享自己的预设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下载 待会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现在和大家分享 刚拿到这款Towerbox控制台 如何快速的上手使用 首先我们打开它的官网 在它的下载中心 找到软件 然后下载 适合自己系统的版本 然后下载完之后 我们打开软件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当我们的光标停留在哪个按键上面的时候 在左下角 它会显示出这个按键 在这款控制台的哪个位置 还是非常的直观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去设置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回到官网 找到下载中心的预设这个页面 这里都是给我们分享的预设 当自己还不熟悉的时候 可以先用这些去慢慢适应 当熟练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设置 是最适合自己的快捷键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把官网上的预设导入到我们的软件里面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预设的定位 比如说我会选择视频 Promere 然后以这个为例吧 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软件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系统自带的一些 我们要把它换成我们下载的 就需要找到我们新建的预设 然后点它这边三条横杠 然后点击导入 然后打开 点击完成 它就会变成我们下载的预设 好 现在我们直接进入到Promere里面来模拟一下平时的工作情况 首先我们会把素材导入到时间线 然后我会放大时间线上的素材 然后我会过一遍素材 如果想加快效率的话 就会选择用倍速播放 Promerebox上的操作就是推一下上面的滚轮 它就进行快速播放 我觉得刚才放的那一段短头比较有意思 我就会用到剃刀工具 按一下这个短键 然后在这里切一刀 然后继续转动我们的旋钮 转到它回过头这里 然后再点一下 再按长键切回我们的选择工具 放到我们的时间线 然后点击这一段素材 剪切 我按的是侧键和十字键的上键 然后到这里 按一下十字键的下键 就是这一键 我们就把素材丢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时间线上 来找一下 还有需要哪一段素材 我觉得它这个 眯着眼睛的表情很有意思 往回转一下魂门 看一下之前是个什么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可以 让切到剃刀工具 这里切一刀 然后再切在这里切一刀 然后切回选择工具 剪切 然后到这里 如果我想贴住它的尾巴会怎么做呢 如果按住长键 然后向左转一下旋钮 它就直接贴到了到后面 好粘贴 然后我们从头来看一下我选的两个素材 门头 这就是我平常用的最多的一些功能 就是这样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这里是深夜摄影教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